2023年10月20日 位于缅甸国杆区的沃虎山庄 发生了一起震惊世界的屠杀事件 山庄内有大量被诱骗过去的中国公民 在转移过程中出现了大规模的集体反抗 管理部队直接开枪射杀了70多人 现场失衡遍野 更加血腥的是 组织逃跑的4名中国公民竟然被当场活埋 这起案件的惨烈程度 远远超过当年的湄公河大案 此事也成了缅北再次发生内斗的导火索 不久一支果杆同盟军站了出来 与缅北无恶不作的电炸势力展开对峙 在之前的节目中 我们曾讲过缅甸南部KK园区的故事 今天我们通过沃虎山庄这起恶性事件 来聊聊缅北电炸的前世今生 提到缅北电炸 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地名 那就是果杆 果杆位于缅甸的东北部 是善邦的一个自治区 首府位于老街 果杆的面积是两千零六百平方千米 常住人口十四万 其中果杆族占百分之八十七 这个果杆族啊 就是汉族 他们大多数都是明朝移民的后代 而果杆两个字 当地人给出的解释是果断勇敢的意思 果杆在明清两朝 属于中国镇康州的一部分 由当地的吐司进行管理 吐司是中国边疆的官职 从元朝开始设置 主要受封给西北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部落头目 1886年 英国占领缅甸 11年后 英国与清朝签订中英蓄义缅甸条约 果杆区被划入到了英属印度范围内 二战后 缅甸独立 逐渐废除了吐司制 当时 时任果杆吐司的杨振才 也成了最后一位吐司 之后 缅甸政府用金钱补偿的方式 要求边境各吐司放弃世袭权和吐司头衔 杨振才权衡再三交出了权力 但经过近一百年的经营 杨家势力在国侃已是根深蒂固 虽然放弃了吐司头衔 但并未削弱其影响力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 杨家开始建立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 从缅甸独立开始 杨振才就开办了一所军人进修班 由国军退入缅甸的军官为教官 传授专业的军事理论和技能 在这个军人进修班里 就出现了三位影响世界的大人物 他们是13岁的罗星翰 14岁的彭家生 和15岁的张其夫 也就是昆沙 关于罗星翰和昆沙的故事 我以后会单独做一期节目 今天咱们主要来讲讲彭家生 1959年 为了强化中央集权 缅甸政府通过兵变 将最后一代吐司杨振才赶下台 1965年 杨振才的部下彭家生 起兵反抗缅甸政府军 但最终因实力不计被迫投降 杨家生率领残余部队撤退到中国 1967年6月 缅甸国内爆发了大规模的 反华排华事件 国感地区是一个 以汉族人为主的行政区 严重的种族歧视威胁 让国感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岌岌可危 这时 彭家生与缅共建立联系 并表示愿意接受他们的领导 继续进行武装斗争 以保卫国感地区的汉族人免受威胁 1989年 彭家生创立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 与缅甸政府达成协议 允许在国感地区拥有高度自治权 彭家生当选善邦第一特区主席 人称国感王 彭家生在国感执政期间 算是为国感做了一些贡献 他效仿中国的改革开放 实施经济改革 2023年国感全面停止种植英素 英素原本是国感的主要经济作物 人们靠种植英素来换取衣食住行上的开支 禁令实施后 大部分人无法得到稳定的收入来源 代替种植的情况也不理想 经济遭到了严重的冲击 为了快速恢复经济 国感逐渐向博彩业发展 主要招揽中国游客 经过几年的发展 国感的经济迅速腾飞 首府老街更是成为了缅北最富裕的地区 甚至由小澳门之称 2009年8月8日 缅甸警察前往国感同盟军的一处兵工厂市 声称同盟军非法制造武器 随后双方发生武装冲突 就在这时 彭家生手下的几名高级军官临阵倒戈 投靠了缅甸政府军 最后彭家生战败 率领残部躲进深山 与政府军打起了游击 而临阵倒戈的几名军官里 就有白锁成、魏超人、刘国喜 后来这三人逐渐崛起 与当地首富刘阿宝 组成了控制国感地区的四大家族 四大家族里 势力最大的是白锁成家族 白锁成曾是彭家生的副手 是当时国感的二号人物 2009年政府军赶走彭家生后 白锁成理所当然地成了 缅甸政府军的代理人 出任国感自治区主席 白锁成不仅自己上位 他的大儿子白应能 也担任了国感行政管理委员会委员 百胜集团董事长 他的二儿子白应苍 担任国感民兵大队队长 财政局副局长 百胜集团总经理 苍胜科技员创始人 三女儿白应苍 则担任百胜集团董事 新百利公司董事长 是后来白家电炸产业的 真正掌舵者 而在白家控制的这些产业里 最臭名昭著的就是白鹤公馆 白鹤公馆内部拥有几十个 诈骗盘口 面向全球市场 除了我们常听到的 冒充公检法 情感杀猪盘 还有股票 期货 外汇等虚假软件 平均每个盘口 每季度的盈利 都不低于一亿人民币的小目标 白家之后 排名第二的就是魏超人家族 魏超人曾是彭家生手下的副司令 2009年叛逃事件后 魏超人出任国赶自治区委员会委员 主管政法系统 手中还掌握一个边方营 是四大家族中 唯一一个掌握正规军的 后来 魏超人把边方营的控制权 交给了三弟魏怀人 把家族资产交给了他的大女儿魏容 我们在网络上经常能看到 亨利集团这四个字 而亨利集团的董事长就是魏容 魏容受过高等教育 是四大家族二代中少有懂得经营的 他的亨利集团旗下有 赌场 酒店 旅游 房地产 黄金珠宝等多个产业 同时 魏容还会利用短视频平台 为集团引流 找来一些美女帅哥出镜做宣传 把亨利集团包装成一个高端企业 目的就是引诱中国人前往捞金或者消费 等人到了再卖给缅甸各地的诈骗园区 毫不夸张地讲 拥有军队的魏家 就是果敢当地的地头蛇 全是陶天 仅次于白魏两家的就是刘阿宝家族 刘阿宝也叫刘正祥 他是四大家族里 唯一一个不属于彭家生的旧部 刘阿宝一直与缅甸政府关系很好 最为主要的是 他与缅甸政府军总司令 敏昂来关系密切 这也是其他几大家族不具备的优势 他曾获得过美洋来亲自颁发的 国家最高红发杰出贡献奖 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 刘阿宝也有自己的私人武装 他的福利来集团 就是臭名昭著的电信诈骗基地 黄赌足俱全 四大家族里实力最弱的就是刘国喜家族 刘国喜是彭家生的老部下 2009年 刘国喜出任国敢自治区副主席 他本人非常善于经营人脉 与缅北各个帮派都能保持良好的关系 刘国喜家族主要经营博彩和矿业 尤其是矿业 缅北的矿山产业几乎都隶属于刘国喜家族 众所周知 采矿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为了获取廉价的劳动力 刘国喜丧心病狂地以科技员的名义进行人口贩卖 2020年 刘国喜去世以后 他的儿女没有人在国敢政府里任职 刘家的势力也逐渐被边缘化 除了四大家族以外 明学昌家族算得上是后起之秀 明学昌与白锁城交情很深 早在彭家生时期 明学昌就是国敢政法部财政科科长 2009年 彭家生被驱逐出国敢后 明学昌被任命为善邦议会议员 国敢自治区委员会会长 国敢县长 他和白锁城一起维持着国敢的诈骗行业 因此 白鸣两家理所当然地成了密不可分的战友 要知道 国敢的四大家族里没有一个是做正经生意的 明家当然也不例外 在明学昌的带领下 明家一步步发展壮大 从早期从事贩毒博彩开始 后来为了谋取暴力 明学昌创立了日月集团 发展出了多个臭名昭著的诈骗园区 其中卧虎山庄就是明家最主要的产业 每年能为明家带来数十亿美金的收益 他的儿子明国安掌管着国敢警察部队21营 是当地黑势力的保护伞 后来明国安从马上刷下来后变成了植物人 掌管21营的控制权就交给了弟弟明国平手里 这个警察21营对外称只有两三百人 实际上已经发展到了上千人 政府的正规军人数都没有明家的警察多 明学昌将主要兵力安排在卧虎山庄内 表面上是去当兵 实际上就是为明家的电炸事业保驾护航 而卧虎山庄也成了明家 甚至是四大家族覆灭的导火索 2023年10月12日 中国警方对缅北的两个重要头目 陈炎板、萧炎快进行悬赏通缉 为了配合中国警方打击电炸 10月16日 缅甸政府一次性移交了2349名中国人 而紧接着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惨案 10月20日 作为国敢第五大家族的明家感到风声很紧 打算把自己名下卧虎山庄的中国人 转移到其他地方 卧虎山庄内关押的中国人比较多 据说有一千多个 里面还有四名来自中方的卧底人员 转移途中 四名卧底人员想抓住机会 解救长期被控制的中国公民 因为如果一旦转移成功的话 再想跑出去就比登天还难了 可行动时计划不慎泄露 被负责关押的警察21营发现 随后开枪疯狂射杀 打死了70多人 当中方卧底人员亮明警察身份后 明学昌的孙女明珍珍竟然下令 将四名卧底人员活埋在橡胶园里 此事彻底惹怒了中国警方 事发七天后 也就是2023年10月27日 缅北军事冲突全面爆发 隐藏在山区已久的 国感民族民主同盟军 在彭家生的儿子彭德仁的带领下 冲下山与政府军对抗 值得一提的是 下山前 同盟军得到了一批神秘的军事装备 主要有火箭炮和大型无人机 他们利用这些装备武装军队 作战力量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有了装备的加持 同盟军一路势如破竹 政府军变得不堪一击 而在10月12日 明家的成员 明学昌 明国平 明居兰 明珍珍四人 因涉嫌组织开设诈骗窝点 公开武装护炸 被浙江温州警方悬赏通缉 11月15日 明学昌在抓捕行动中自杀身亡 有人说明学昌畏罪自杀 是四大家族为了弃居宝帅 但四大家族作恶太深 在当地民怨沸腾 此时 拿出明学昌这个替罪羊 已是为时已晚 11月16日 明家的二儿子明国平 长女明居兰 孙女明珍珍 在国赶被缅甸警方抓获 随后移交给中国警方 明家已经覆灭 其他几大家族也是摇摇欲坠 卧虎山庄事件爆发后 中缅联合 清剿缅北的诈骗势力 逮捕了魏超人的二儿子魏清涛 刘阿宝的弟弟刘正奇 明学昌的女婿碧慧君 魏清涛在视频中呼吁 魏家尽快释放园区内的中国人 否则中国警方将让他们血债血偿 我是魏清涛 目前我在中国这边 一切都好 你们放心 这段时间以来 我认真思考了很多问题 也想了很多 我们搞电诈挣的钱 都是中国老百姓的养老钱 还有一些是看病钱 甚至是救命钱 多少家庭支离破碎 多少人也倾家担长了 我们家族这样下去 也绝不是办法 绝不能再从事电诈活动了 绝不能再对中国人民 造成伤害了 这次中国政府下定决心 不清除电诈 是绝不收兵的 你们也千万不要再抱有任何的幻想了 目前老街正在发生战事 战乱 随时可能造成很严重的伤亡 你们要抓住最后的机会 赶快打开园区 把里面的那些中国人 主动地交回中国吧 如果在我们园区出现中国人伤亡 或者是死亡的现象 哪怕一个或者半个 这个后果我们根本承担不起的 中国政府也一定会让我们 血债血偿的 所以 家人们 这次情况 这次情况 非常的紧急 不统一往任何的时候 你们要考虑考虑 事情的这个后果 也要考虑考虑我 也要给自己留条活路 赶紧放人吧 而作为果敢最大势力的白家 也好不到哪去 11月17日 白索成的二儿子白应苍 三女儿白应兰 女婿曹强力 试图乘坐直升飞机出逃 结果被果敢同盟军发现 同盟军毫不犹豫地发射火箭炮 击落了直升飞机 名家三人生死不明 老奸俱华的白索成看到同盟军的实力 希望与同盟军讲和 结果被同盟军司令彭德仁直接拒绝 并表示 白索成唯一的出路 就是去中国主动自首 截止到做影片之前 白索成 白应苍 白应兰 曹强力的生死 仍然是个谜团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白家的下场 不会比名家好多少 他们必须为自己的凶恶残暴 付出代价 这一轮的中缅联合行动 效果显著 从10月份至今 缅甸政府共向中国警方 遣返了3.1万名中国籍电炸人员 这些犯罪人员接回后 被安排到云南的林舱 之后再由各省警方接走 据了解 因为被遣返的人太多 所以有网友评价说 今年最繁忙的舱 竟然是林舱分检中心 他们就向缅甸发来的一批快递 先在云南林舱分检 再由各地警察自提 全国警察都去林舱了吧 跨越几千公里 接创业失败的老板回家 黄马甲红马甲蓝马甲 现在的林舱最多的就是各种马甲 每个地方的颜色还不一样 各省的警察叔叔们 正好趁着这次机会 来了个大聚会 几十年难得一见的场景 都要感谢这些小马甲了 就是苦了云南的同志了啊 这俩月想坐个高铁 还得和诈骗犯们挤一起 上去踢两脚不过分吧 这都是骗子们活该啊 百年春城无人知 一朝分检天下时 新疆内蒙的警察 怎么也没想到 这辈子第一次去祖国的南部边疆 是去拉换人的 一拉还是几十上百个 因为人太多 年北警察在交接的时候 给他们带的都是舒服带 人手一个银镯子是没条件了啊 交接给中国警察之后 才会被替换成银镯子 带上黑带子 估计这几天警察后勤部 也都在疯狂采购物资 人太多了 黑带子不够用啊 打掉电炸集团 确实让很多人大快人心 甚至有不少民众都觉得 现在接到的诈骗电话 比以前少多了 不过节目最后 阿杰还是要提醒 屏幕前的那一句 就算缅北的五大势力彻底覆灭 也很难保证 不会有新的势力取而代之 据传闻 很多电炸团伙 已经转移到了 菲律宾和迪拜等地 铲除电炸 绝非一朝一夕 我们首先要做的 就是端正思想 增加防范意识 不要轻信 天上掉馅饼这样的好事 当一个人的贪婪 遥遥领先的时候 他的毁灭 也是遥遥领先的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